我們確實在現在在這個國家 在疫情的程度上 白宮首席防疫專家夫奇 週二在接受《PBS新聞一小時》欄目的訪談時 非常肯定地表示 美國已經走出COVID-19大流行階段 原因是現在美國每天新增病例和住院人數 都保持在較低水平 這是美國頂級防疫官員首次在公開場合給出此說法 被外界認為是里程碑式的結論 不過 夫奇仍然表示 美國已不可能根除這一病毒 政府仍然應該間接性的為人們接種疫苗 人們可能每年都需要接種疫苗 而且這一過程可能會持續很長時間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